台中五泉溪路有一家素食连锁餐厅 停车场传出了命案 女子当场是死亡 而男子送医之后仍然宣告不治 两个人原先是夫妻的关系 才刚签字离婚 案发之前还开过家暴题 目前初步研判 是男子将前妻杀害之后再亲身 警方还要再厘清 后续到底命案为何发生 警方T1T盖上白布 白色轿车旁 55岁的陈姓女子身上布满刀伤 已经死亡 命案现场就在台中南屯 某素食店的停车场里 一男一女被发现时 两人握倒在车内 其中55岁的陈姓女子 脸部侧颈跟胸部都有刀伤 被发现时已经明显身亡 而67岁的七姓男子 则是颈部有刀伤 还有一丝丝气息 但送医抢救后还是宣告不治 前妻跟前妇的关系 那之前一直有家暴的状况 那目前来看 就是我们现场有发现胸刀 那女生脸部颈部还有胸部 都有一些刀伤 根据了解 两人原先是夫妻关系 在这个月9号签字离婚 案发前一天还因为家暴 到法院开庭 没想到19号就发生悲剧 调约监视器追踪当时情况 陈姓女子上午8点多把车停到停车场后 就向外走出去和七姓男子会合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 陈姓女子回到车内 随后七男也走上副驾驶座 两人从此没在下车 夫妻离异引发杀鸡 有没有其他的内情 警方正在抽丝剥茧 继续厘清 记者李永胜 盛程文青 蔡振顺SNG小组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